第141章寒蝉妻妾 刚刚众人只是猜测 如今那句话语被江澈白说出 已经直白的无异于我中意你了 并且 人群中的不少剑修 特别是女子 面露憧憬 这是一种属于剑修的浪漫 剑修的剑有时候比性命还重要 没有剑的剑修 于此无异 而本命非剑的配剑 就是心中之剑的归宿 我的配剑喜欢你 将它赠予你 你若接过 那么你便就是我的归宿了 而且这柄寒蝉配件 很多独幽城修士都有所耳闻 据传是江澈白在太清府时 在北海靠近归虚处的某密地中的奇遇 当时得到了一小块太阴流离铁 用其铸造而成 这桩奇遇可以说在望却太清府 俯升这百年以来诸多奇遇中牌的晋钱时 太阴流离铁是匹配逍遥进剑先的非剑剑链材料 听闻江澈白太清府结业时 加入天涯剑阁的条件之一 就是托天涯剑阁帮忙锻造这把寒蝉 这是一柄用刀剑修第七镜都不会过时的配件 归饶有兴趣到 有点意思 也不知他是说那个江澈白有点意思 还是能让寒蝉欢阙颤鸣的赵灵飞有点意思 赵荣没有问 他此时眼里只有那个站在场上撬脸平静如水的女子 喂 赵大公子 我叫你别来 你还是来了 来了又不上 你不是很勇吗 做啥都当仁不让 还说全都要 和本座讲道理也是鸡汤一碗接一碗 现在你心心念念的娘子被人当众表白了 你赶紧上啊 赵荣无声吐出了两个字 闭嘴 他没有动 刚刚的一切都只发生在了片刻之间 众多修士都饶有兴趣的盯着这桩 可能明日就会传遍独幽城的意识 如此想来 看热闹确实是一件很舒服的事 这日子好像就是在看别人热闹和成为别人的热闹中交叉进行的 至少今日幽山之下的这件事 绝对是大多数人不想错过的热闹 于是场上便再次自觉的安静了下来 赵灵飞从听到江彻白言语后 就一直低头盯着那柄让不知多少件羞眼热的寒蝉配件 江彻白目露期待 甚至仔细看 眼底深处泛过期待到极致而转为卑微的恳求之色 他感觉以往如白居过戏般的几夕时间 如今无比漫长 甚至有一种他等到了地老天荒的错觉 只是 下一刻 赵灵飞动了 面对这柄相信大多数女子见修都会接过的寒蝉 赵灵飞抬起一只表面看去柔弱无力的鲜鲜束手 轻轻握住了 被白布包裹的剑鞘 这一刻场上突然响起了稀稀利利的掌声 下一刻便是掌声雷动 震撤全场 而人群中某个没人注意的角落 赵蓉握着那块奔波万里的白玉的手周然一松 他背对众人缓缓离去 动作流畅 没有拖泥带水 可明明是越走越远 可那掌声却越来越响 赵蓉表情面如平湖 只是脚步却越来越快了 他的身边经过一个个被真儿欲聋的掌声吸引的路人 赵蓉逆着方向走 他也不知道要去哪 这条路是通往哪里 他坐的马车在哪 赵蓉通通不知道 他只是想走 一刻不停地走 因为只有去做一件事才能短暂分去一部分心神 少些承受那凌迟般的疼痛 归忽然开口 其实你不用去考验人性的 赵蓉麻木道 我没有去考验他 我只是给他选择的权利 废物 归倾笑道 一个混账的废物 赵蓉怒然点头 归语气鄙视 真的 本作是真的很想骂你 你都做了些什么混账事 你口口声声说全都要 和本作说不去做无法承担后果的事 但你看看你做了什么 给赵蓉菲选择的权利 不 你没有给他 赵蓉皱眉不语 归语气悠闲 就像在和朋友聊一件家常 你有没有站在赵蓉菲的角度想过 你们男子总是自以为是 做一些你们那些狗屁的角度上 觉得是为女子好的事 你站在赵蓉菲的角度想过吗 你们之前发生的什么狗屁事我不知道 本作只说说本作看到的 你在女子一生只有一次的 洞房之夜违背换玉的约定 遂她见心 她的一柄本命非剑至少要跌为凡品 当时无双的剑仙胚子 至少要被你毁去一半 你在给她送玉的半路上 接纳别的女子 好吧 虽然你是坠婿 但看赵蓉菲的装扮 心里是把你当名媒正取 她的夫君去对待的 而对于你们儒家来说 赵蓉菲是妻子 三从四得 你接纳别的女子 只要事后知会她一生就行了 并且那个小狐妖你确实拒绝过她几次 但她的确痴情 你要她也无可厚非 但是 本作站在本作的角度还是鄙视你 见到如今 在她的认知里 你已经头也不回地抛弃了她 这时 有优秀男子向她表露心意 呵 你明明来到了她身边 却不直接去找她 告诉她你来还遇了 而是躲在暗处无聊地考验她 给她所谓的选择 但你看看她有什么选择 一个糟糕的 和一个更糟糕的罢了 前者是江彻白 后者就是你个废物 这就是你给她选择的权利 要是本作 本作肯定不会选你 嗯 江彻白本作也不会选 你们全死一边去 本作都不选 你就在她身旁不远处 却犹犹豫豫 默默唧唧的 你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 还是知道 却也知羞的不敢说出来 赵荣早已停步 愣愣站在原地 听到归的三声质问 没有说话 或者说 不敢说话 归倾笑 呵 那本作来告诉你 你的那些阴暗面的心思 你所谓的全都要 只是施舍性的全都要 是不饶而获的贪婪 你要照林飞与苏小小 都处于弱势地位的卑微的去 渴求你的爱 你才会全都要 就像苏小小那个傻狐妖一样 表面上他现在可以随意和你撒娇 但是在他心里喜欢你喜欢的很卑微 他会一直地牵就你 于去于求 嗯 虽然这些都是他恶意的 本作也无可指责 但是你就像一个作响其成的挑选者 就像这次 更明显了 你要照林飞在这种情况下还选你 你才会出现在他的面前 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 这就是你所谓的为他好给他选择的权利 赵荣突然笑了 笑得畅快淋漓 周围路过的行人看着这个开心的笑得直不起腰的普通如生 一脸古怪的表情 归见状 也跟着他笑 赵荣 本作没有否认你对他们的喜欢 没有否定你心中那些纯粹的光明的东西 但我还是要把你那些心湖深处潜意识的阴暗想法揭出来 这也不是为了批评你的阴暗面 因为这种东西万千生灵皆有 本作也有 没什么好批评的 但是 必须让你自己知道 本作这是在帮你问心 这些东西察觉的越早越好 否则将来就是大道的累赘 就是潜藏的无法克制的不愿直面的心魔 我被修饰 不管是为善还是为恶 都要做得明明白白 走最纯粹的大道 由不自知的为善为恶都是该死 归大笑 赵荣 本作和你说这么多 就是不想让你以后死得太早 让本作陪着你死 你得本作活得越久越好 所以本作哪里是想帮你 都是在帮自己罢了 其实本作觉得 你这种性格做魔修才是最合适的 做什么儒生 不过本作并不会让你修魔 原因吗 现在不会告诉你 你现在就这样吧 目前来看 儒生挺不错的 本作现在已经帮你问出了一些本心 你不管如何对待那个阴暗面 是接受它还是克服它 本作都不管 你只要心里清楚 别再默默唧唧不敢直视即可 赵荣笑着笑着 笑得喘不过气来 他没有告诉归 他面对他内心的阴暗面 是接受他沉默 还是克服他成胜 亦或是别开生命的另一种选择 赵荣捂着肚子 直起腰来 擦了擦眼睛 他大口大口喘着气 龟 你话真他娘的多 这碗鸡汤怎么样 痛快 说完 赵荣扭身 拼了命的向那个女子跑去 幽山下 刚刚参加完一对神仙圈旅的喜事后的众多宾客 似乎将要再次目睹一对情侣的产生 今日知识 可能成为一桩在山上流传的美谈 并且二人都是天之骄子 除了江彻白相貌普通 与赵凌飞插之千里之外 其他的条件都极为般配 宁英轻轻拍着手掌 他轻笑着 目光来回在赵凌飞与江彻白身上来回打转 某一刹那 宁英脑海里突然想起了数十尘前 他们刚上山时 赵凌飞承认他已经有夫君了 并且看样子是个如生 不过现在吗 宁英瞧了眼前方的赵凌飞 只见他表情依旧平静 正低头打亮那把神异非凡的寒蝉配件 此时正在抽出一部分健身 细细观摩 宁英笑容不变 那把寒蝉确实神异 毕竟是属于第七境界仙的配件 不过赵凌飞竟然没想多久就接下了 这让他颇为惊讶 不过转念一想 可能赵凌飞那个名义上的夫君 只是指付为婚的利益结合 可能那个夫君已经死了 亦或是在戏剧歇 和画本小说写的那样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废材 要上演一场三十年和东三十年和西的逆袭 宁英唇角一撇 觉得有些无趣 在他周围 不少太轻辅生和宁英想法类似 对赵凌飞那个名义上的夫君 不管是和身份都不怎么感兴趣了 因为赵凌飞的行为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人群之中甚至有些女子眼里眼睛有些火热的盯着那把剑 自为莫名的盯着真在平静打亮的赵凌飞 不过很快便也收敛起来 一脸祝福模样的盯着场上那对男女 此刻在雷鸣般的掌声中 江彻白大口大口喘着气 刚刚他鼓起勇气做的一切都感觉宛如梦幻一般 他脸上油然带着些他都不敢相信的神色 这是只出现过他的梦里 他甚至都做好了失败的准备 但是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赵凌飞竟然接过了 他接过了寒蝉 他愿意当我的归宿 将彻白嘴角无声地掠起 想要笑 却因胸口的剧烈起伏而笑不出来 他感觉整个世界都换了父母样 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甚至卡了他很久很久的半步原因的瓶颈 也冥冥之中也有了松动的迹象 只是因为他的到来 江彻白手足无措地张开手臂 可是看见赵凌飞正无悲无喜地拔出了寒蝉 出窍三寸 他笑着放下了手 温柔道 凌飞 这柄 知了知了知了 忽然 寒蝉妻妾 爆发出一道凄惨的颤鸣声 方圆树里之内皆可闻 江彻白的话语被打断 周围震耳欲聋的掌声就如同一条瀑布被冰封一般 被冻结了声响 妻妾的颤鸣之后 一切都回归了宁静 此中万来俱寂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停在了赵凌飞身上 只见他依旧保持着刚刚的姿势 左手将寒蝉横起 搁置眼前 雨眉平起 右手抓在白布缠绕的剑柄上 他的束手比白布还白 此刻 寒蝉已经出窍三寸 他以太因琉璃铁打造的剑身薄如铲翼 通体如琉璃般透明 可以透过剑身看见另一面的光景 此时 正站在赵凌飞对面的江彻白 就透过那几乎透明的剑身 看见了一双秋水长眸 两道如远山寒带般的峨眉 与一颗淡褐色的泪质 这是独属于他的风景 江彻白很熟悉 但是此刻却又无比陌生 因为 太冷了 那双秋水长眸正看着他 透过剑身 太阴琉璃铁散发的寒气 仿佛是从他眼神中散出 他的峨眉让人感觉太远了 那一粒原本能消磨他清冷气质的楚楚动人的泪质 也像是被冻结了一般 让江彻白感觉格外的冷漠 而更让江彻白惊恐 与让围观修士惊讶的是 寒禅不再颤明了 在那生妻妾的禅明之后 他回归了绝对的平静 再无一丝颤动 江彻白感觉心脏从大日灼烤的云海 瞬间坠落到了万丈深渊冰冷阴湿的谷底 他嘴唇微颤 灵飞 征 照灵飞刹那合见 身手将寒禅横置于江彻白身前 隔绝了二人 宛若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他语气平静道 寒禅现在已经不喜欢我了 请接见 江彻白那张普通的面孔 瞬间煞白 身体僵硬在原地一动不动 中围原本给两人鼓掌祝福的众人 一时之间也济若寒禅 毕竟谁能想到情况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这是真的只猜到了开头 没有猜到结尾 第142章 我与夫君感情很好 赵灵飞蛾没再次向中间平起 他很早就奇怪这柄寒禅配件为何见到他后 会雀跃颤鸣 刚刚接过寒禅 一番探查 发现原因似乎出在铸造健身的那一小块太阴流离铁身上 这等第七净神物似乎天生变通灵 虽然他还是搞不懂太阴流离铁为何遇他会有反应 但也大致猜到此神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沟通 特别是通过剑修的本命飞剑 于是 赵灵飞沃剑 感应着他那座连池心弧 果不其然 某种程度上通灵的太阴流离铁 也似乎是被他连池心弧的惨淡并诡异的光景吓到了 妻妾尝鸣一声 之后 便没有了声息 至于江澈白话语中的前台词 他当然听懂了 但赵灵飞并不在意 也不想去理会丝毫 赵灵飞贫眉 请接见 他不愿喊他师兄了 因为赵灵飞知道 再喊下去 只会给他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不想像那个人伤害他一样 去伤害别人 不远处 妮妮眨了眨眼 没料到事情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而其他太轻辅生意识面面相去 闹出了一个乌龙 让众人很尴尬 不过 比他们更难堪的 是江澈白 他站在原地睁睁看着赵灵飞 只觉得此刻的他冷漠的可怕 难道这就是师父说的 女子对待不喜欢的人会格外的残忍 请接见 女子声线清冷 娇翅一声 江澈白背下的一颤 他微微低头 凝视着身前已经不再雀跃的寒蝉 拳头猛的一钻 牙齿紧咬 这一旦接过 他江澈白的尊严将被他践踏着地上 支离破碎 再也拼接不起来了 江澈白的唇凤间 传出咯咯作响的声音 嘴唇苍白无色 他脸目无言 三膝过后 还是没有抬手 忽然 赵灵飞闭目深呼吸一口气 睁眼时 牟子已然是古井无波 他轻声道 接见 江澈白眼皮猛跳 他骤然抬头 眼睛圆睁 牙缝间有血迹一出 灵飞 我喜欢你 全场寂静 最后一丝周旋的余地都没有了 哼 人群中有人被吓得一颤 原来是赵灵飞将寒蝉猛地置于地上 他扭头就走 江澈白猛在原地 愣愣看着在地上蹦起翻滚的寒蝉 下一秒 他的身子变快如剑光般 向前冲了出去 一刹那 拦住了赵灵飞的去路 这一次 他的声音带着沙哑雨 哀求 尊严似乎已经如那柄坠地寒蝉般 被摔得通透了 灵飞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要我怎样才能原谅我 赵灵飞脸色清白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个和疯了一般的男子 这还是之前认识的那个人吗 真是疯了 他们才见面一共不超过十次而已 他不相信所谓的一见钟情 因为他喜欢那个人 用了很久很久 所以 这就是个疯子 让他恶心反胃的疯子 赵灵飞急道 别叫我灵飞 我与你不熟 灵飞 求求你了 别这样 你别这样对我了 好不好 赵灵飞翘脸煞白 先受得腰背鼻挺 如苍松傲竹 又如一柄收入翘中的三尺清风 虽寒光尽脸 却锋芒毕露 难掩其风 他只是江彻白 语气前所未有的认真 江彻白 我已经有夫君了 你 自 重 江彻白一笑 有夫君 怎么可能 哈哈哈哈 灵飞 你别开玩笑了 你身边没别的男子的 赵灵飞翘脸冷冷 语气一冷冷 我没有开玩笑 此言一出 宛若寒霜一见 江彻白笑着笑着 便没了笑容 他紧拧着嘴 目光上下打亮着赵灵飞 突然心中一耸 就像直面了某种大恐怖般 向后退去 难怪他那日在湖畔用握件的手笨拙的刺绣穿针 眉眼温柔 难怪他返香回来后素衣盘发 端庄迟礼 难怪他身上那块寸步不离的墨色玉牌不见了 赵灵飞见江彻白终于被赤退 暗暗松了口气 他立马转身离去 再也不想再见到这个疯子了 可是另一边 不 不 不是真的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不 他 他真的有夫君了 呵呵 陷入癫狂的江彻白 某一刻 突然止住了脚步 下一秒 这位金丹靖剑修佑瞬息来到了赵灵飞面前 挡住了他的去路 赵灵飞突然止步 花容之上 暮暮而是 你别欺人太甚 江彻白笑容温柔 灵飞 我不在意的 赵灵飞美目圆争 匪夷所思道 你疯了 江彻白绽放着他觉得他最好看的笑容 灵飞 你给我机会 我会让你知道我是最好的 赵灵飞此时此刻见到他的样子 挤欲作呕 他默地转身 向另一边走去 下一刻 又被拦住 再走 还被拦 江彻白软身哀求 灵飞 你相信我 我一定能做得比他更好 赵灵飞骤然停步 江彻白一洗 灵飞 滚 赵灵飞侧着身子 冷谋挟势着他 他高昂着头 左眼下那力绝美的类质分外孤寂 像新湖莲池中那一株一世孤傲的青莲 可远观不可谢玩 做得比他好 呵呵 那又怎样 你又不是他 抱歉 赵灵飞一字一句的认真道 我与夫君感情很好 江彻白如遭雷击 周围看客 接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说好的一对天骄 神仙眷侣呢 没想到事情竟会向这重地步发展 不过 下一秒 他们的目光便又被那个为君盘发的女子所吸引 只见赵灵飞高挑的身子直面男方 两只玉手相合 眼于袖中 端在腹前 他倾抬起手 眯眼眺望 眉眼温柔 齿白唇红 笑容浅浅 我与夫君轻眉竹马 两小无猜 耳并思摩 总角之时 便已订婚 我忠意他 他忠意我 我已嫁他 他的轻音忽然停顿了下 全集 笑颜如花战 今婚之夜 我与夫君约好 往后余生 香如以沫 白手不弃 海枯实烂 此情不渝 赵灵飞的声线不负往常那般冷冷清清 而是柔柔软软 腻腻甜甜 此周众人默然无言 有女子睁睁看着赵灵飞 眼神憧憬 也有人目无波澜 只是玩味地打亮着场上笑容将注的江彻白 第143章青军 我们走 赵灵飞笑夜如花 向南眺望 仿若所隔山海 也不过一幕之内 良人就在眼前 此周每一个注视他这般姿态的人 几乎皆不怀疑赵灵飞此时的谋奸 心上是谁的身影 只是在众人所不知的一处新湖莲池之中 一株原本就在缓缓摇曳的烂漫清廉 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 莲池之内 仿若有一场无声的风暴正在肆虐八方四面 一株清廉 一台淤泥 两柄飞溅 皆被风暴波及 无一幸免 深黑色的淤泥如细沙斑 越积越深 静默连根 原本半截插在淤泥中的飞溅 随着淤泥堆积 又在外面的渐身愈来愈少 赵灵飞凝视远山 笑容不变 江彻白面色僵硬 眼里布满血丝 直直地盯着那个从始至终 眼里都没有他的女子 突然 江彻白猛地向前踩出一步 咬牙切齿 笑容颤抖 嘴里用力挤出一句 我不信 那个男子在哪 赵灵飞没有理他 江彻白苍白的面孔插那扭曲 他猝然大吼 他在哪 吼声贯彻全场 赵灵飞郊躯顿时紧绷 虽然只是转瞬即逝 便恢复了刚刚那副幸福的姿态 但是 江彻白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一刹那露出的马脚 他痛快大笑 假的 全是假的 他都不在你身边 他不存在 或者他根本就不爱你 听闻此言 赵灵飞呼吸一致 俏脸血白 焦躯抑制不住的颤力胆颤 那大半年来日日夜夜被他努力压制在心底的痛苦 如同装不下的酒水从杯中溢出 赵灵飞还是没有忍住 他就是他的梦魇 是他一生的天敌 是心坚触可能永远也痊愈不了的伤疤 赵灵飞常劫颤动 不是的 不是的 他只是有事要做 不在我身边而已 他一直 一直都在的 是的 他一直都在他的心里 那个欺负他的赵容 现在应该已经在南逍遥州的故乡了吧 可是 另一个顽皮童趣 虽偶尔嫌他烦 却也对他笑牵他手的容儿歌 还依旧留在他的心里 他的心很小 很小很小 只容得下一个人 而那个人又一直站着位置不愿意走 他恨死他了 赵灵飞的苏兄猛烈起伏 他努力平静道 夫君马上就会来寻我了 他就在路上 你快滚 可赵灵飞虽尽力忍耐 声音却依旧带着战力的尾音 崩起的郊躯也不时的颤动 江彻白见他这副模样 愈发确定心中的判断 他脸上重新占起笑容 语气循循又倒 灵飞 你别骗自己了 他根本就不在意你 你们今年刚新婚就分开 他心中哪有半点你的存在 赵灵飞促然转头 争慕怒斥 你闭嘴 闭嘴 他不在 你也永远别想进来 他死死捂着他的心口 似乎是想将那永远塞住 把那个他恨透了的人永远的囚禁在里面 江彻白畅快大笑 声音洪亮刺耳 而此时此刻 赵灵飞眉心的心湖连池之中 一场骤起的风暴症愈演愈烈 这座心湖连池是他在进入浩然境时 获得的大道福源 乃是当时第一品的心湖异象 其中孕育出的两柄本命飞剑 皆是甲等 一柄 剑名竹马 一柄 剑名青梅 各具独特神通 而最为玄妙的还是这对竹马青梅的神通相辅相成 如鱼得水 这便是他见到天资观绝望却太轻浮的屏障 是他被称为第一品剑仙胚子的缘由 可是如此圆满无瑕的大道根基 似乎格外招天地极恨 从年初那次剑心崩碎 导致竹马从甲等飞剑跌至反品 剑仙胚子毁去大半 到现如今 好不容易修补回去一点 此次再次心神震荡 被风暴肆虐心湖 对剑修来说 简直是惨不忍睹 那柄暗带无光的斜插在莲池淤泥中的竹马 剑身即将被淤泥全部埋没 曾经能有资格被太阿剑得三尺楼归档的甲等通灵飞剑 此时虽然已经跌平 却仍旧有些许灵性 竹马突然微微颤动 似乎是坐着最后的挣扎 也可能是向他的青梅呼救 亦或是告别 但是竹马宛若半身陷入沼泽之人 欲是挣扎 陷得愉快 而那珠光彩四翼的妖艳青莲 此刻也如风中烛火 摇曳不定 可仔细一瞧 便发现原来是那莲内的青梅在疯狂挣脱 莲身剧烈百服 似乎下一刻青梅便会被折断 青梅便能脱身而出 去救那个与他同日诞生 亲密无间大道相依的竹马 若是竹马不在了 那么青梅还是青梅吗 可是 青梅却依旧是怎么也正脱不开 因为 这座莲池 是西湖主人的话地为牢 将彻白弯腰 笑着笑着 渐渐停了下来 他抹了把脸 抬头看琢目光逐渐呆滞的赵灵飞 惨笑一声 柔声道 灵飞 告诉我 那个男子是谁 我去找他 他要什么 我都满足他 只要 只要他能彻底离开你 赵灵飞瞳孔皱缩 他依旧捂着心口 纤细高挑的身子却摇摇欲坠 赵灵飞眼瞼低垂 目光掰执 嘴中喃喃自语 你 你可以辱灵飞 但不可以辱他 不可以 哥哥哥 可是他都已经不要我了 他应该很乐意把我让给别人吧 但我就不 我就不 一滴鲜红色的朱砂痣 在他洁白的眉心处疏乎浮现 就像被一支眉笔点上 可是 下一秒 朱砂痣便在眉间低落了 带下一道鲜艳的红迹 仿若美人只比化眉 失手化下 红迹弯弯严严 路径曲折 经过嘴角 涂抹了他的唇 再在尖巧的下巴处微微停顿 滴答 染红了他的白衣 不好 灵鹰突然惊到 面色疑速 灵飞师妹见心不稳 有心胡崩坏 非见罪品的危险 见修炼剑 讲究念头纯粹 连无二心 是某种意义上的心思单纯 因为他们要专注于剑 但是这也造成了 见修普遍的偏执性格 执着一念 极易钻扭脚尖 危及见心 剑在场上的那二人 就是如此偏执 而见心旋而又旋 是一种类似心念之物 影响到的最直接的东西 便是本命非剑与心胡 这也是剑修的剑道根基 重要至极 太亲府一众人顿时大惊 赶忙向赵灵飞涌去 正惨笑盯着赵灵飞的江彻白 在看到那道雪迹后 微微一愣 旋即便是眼睛原睁 惊恐万分道 灵飞 不 太亲府声门 灵飞师妹 稳住剑心 别做傻事 围观修士更是今生四起 快阻止他 把他弄晕 不能再让他起面了 快去 一众人向赵灵飞涌去 有修为不俗者 比如江彻白 明英 已经到了赵灵飞面前 可是 刹那间 所有接近者全部倒飞 原来竟是一片银白剑气 从赵灵飞体内绽放而出 宛如一轮大跃扑撒银灰 众人一时之间在南靠近他身旁一帐以内 一双双目光惊骇异常 可是还未等他们多想 滚 你们都滚 别过来 他欺负我也就算了 你们也来欺负我 赵灵飞声音冷冷 此刻 他心湖连池之中 可不得风暴已经攀升至顶峰 竹马已经停止颤鸣了 只剩最后一线光亮的健身残存 而奋不顾身的青梅依旧在 切而不舍地冲撞着青梅 只是 青梅流光溢彩的健身上 渐渐密不暗淡的光斑 他的动作也越来越致谢 竹马青梅 相依而存 竹马若毁 青梅便不再是青梅 赵灵飞痴痴地欣赏着 新湖连池中这惨烈的一幕 觉得极美 中围无法靠近的众人的言行逐渐远去 他浅浅一笑 目光开始有些朦胧起来 忽然觉得 很累很累了 想陷入一个未知的迷梦 好好休息一下 某一刻 他身后的众人中 又有一个男子奋不顾身地跟着众人一起冲撞向银白的剑气屏障 也是全身抽搐的倒飞而出 赵灵飞没有丝毫理会 可是 当那个男子再次站起 亮呛着前进时 清军 他说 赵灵飞突然浑身颤立 没有回头 赵容抹了抹嘴角的血迹 脚步坚定不移地再次撞向那片银白的剑气 这一次 却是无一丝一毫的阻碍 赵容敏唇 向前走去 直接牵起了他的左手 赵灵飞低头呆呆地看着将他束手完全包裹的那只大手 清军 我们走 赵容没有回头看他 他目视前方 拉着他冰凉的颤立的娇弱的手 大步向前 第144章滚开 当那第一声轻轻响起 众人皆不知道这个几息前才刚刚及迟而来的年轻如生在呼唤水 可是当他急切地靠近被银白剑气弹飞 并莫名其妙地轻忽了一声后 奇迹发生了 当那年轻如生再次冲去时 那连金丹剑修无法丝毫寸进的银白剑气 随着他主人的颤抖 退缩了 不敢再触及他丝毫 就像右路碰上了下山的猛虎 凌羊看见了缓缓绕圈的恶狼 可是还没等众人惊奇多久 下一瞬间 那个年轻如生已经上前牵住了赵凌飞的左手 是的 没有看错 他牵起的 就是赵凌飞 他 他做了什么 将彻白起伏不定的胸口骤人一缩 嘴里顿时发出了喝 喝 喝的吸气声 凸起的眼珠里遍布血丝 您应邓大窍目 小嘴微张 太轻抚一行人也瞠目结舌 甚至还有人柔了柔眼 其他诸多原本是看热闹的修饰意识目不转睛的注视着 此时此刻 光阴的长河仿佛在幽山下的这一处地方短暂的停滞不留 场上所有人几乎都僵硬在了原地 时间好像过得很慢很慢 连表情都停留在了上一秒 更不上情绪的变化 而维尔还在动的事物之一 便是他们缓缓转动的脑袋 眼睛追随着场上那两道只手同行的身影 一袭轻衣 一袭白衣 被连接在一起 众人的目光在赵荣抿着嘴的平静的脸上 赵灵飞看不见表情的低垂的琴手 二人牵在一起的手上 来回打转 赵荣牵着赵灵飞 无视众人 目不斜视的大步向前 要带着他的娘子离开 赵灵飞在被他从身后直接攥住手后 便一直低头愣愣盯着那只霸道的大手 他除了最初微微挣扎了一下 被他用力一捏之后 便没有了任何反抗 意不意去的跟着他走 赵荣在前 赵灵飞在后 二人如同两条鱿鱼 穿梭一条停滞的河流 水动了 前方的人群如玉礁石般分开 可是 却还有人呆立在原地 一动不动 赵荣微微眯眼 轻点下巴 语气认真的吐出一句 滚开江彻白正 睁睁睁盯着赵荣腰间 叮铃作响的黑白玉牌 此刻闻言 他猛的抬头 默默而逝 但却撞上了赵荣平静的眸子 江彻白捧着腮帮 鼻翼颤动 眼睛直直地瞪着赵荣 赵荣眼眸一眨不眨 面无表情 二人的目光在空气中碰撞 无声的僵持在原地 赵灵飞没有去插手 这两个男子的僵持 他乖巧地站在赵荣身后 依旧垂手端详着 与赵荣牵在一起的手 翘脸上 表情愣愣 不知在想什么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江彻白紧握拳头 咬牙盯着赵荣的眼眸 那双眼眸中 从刚刚到现在 依旧是古井无波的平静 时间似乎要永远地这样过去 二人似乎要永远地站在这里 化为一尊石像 可是 某一刻 在赵荣毫无波澜的眼眸的注视下 江彻白布满血丝的瞳目微微偏了偏 赵荣顿时动了 牵着赵凌飞一往无前的笔直前进 脚步极快 下一秒 二人仿佛便要撞上 江彻白心神一颤 身体还是下意识地测开了 赵荣脚步不停地带着赵凌飞从江彻白身前经过 无视了江彻白反应过来后再次怒瞪的眼神 之后的道路 早已被众人让开了道 与赵凌飞一起来的宁英宇太轻抚一众人 不知何时 已经让步到了一边 赵荣牵着赵凌飞从他们眼前毫不停留地穿过 一道道目光各异 宁英玉手捏起他削尖前的衣缕绣发 轻轻撵着 美目随意地拼了眼面色战红的江彻白后 便回过目光 认真打亮着他身前走过的赵荣 宁英微微低头 轻咬着唇 先手随意地捏弄着那衣缕乌发 他的美目略微上翻 一眨不眨地瞧着赵荣的侧脸 眼神逐渐亮起 在他身旁的育儿师姐 正眼神复杂地注视着赵荣的背影 对于这个不久前还猥琐地跟在他们身后 目光痴痴的男子 他还有印象 不由地又再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他竟然就是赵凌飞的那个青梅竹马的儒生夫君 赵荣与赵凌飞的步伐很快 不久便就走远了 但是众人依旧无声地目视着二人的背影 直到他们消失在街角 才纷纷收回目光 只是一时之间 场上还是悄无声息 原本只想看个热闹的修士们 面面相去 眼神交流着 不多时 众人便又不约而同地望向江彻白 表情古怪 江彻白原本普通蛋白皙的面孔 此刻正长得与猪肝一样赤红 他发臂凌乱 满目血丝 嘴角渗出鲜血 牙齿像在打架般咯咯作响 通红的面孔上满是汗水 双全捏得发白 江彻白眼睛依旧死死地盯着赵荣与赵凌飞离去的方向 不知在想什么 此时 似乎是感觉到了众人犹如看了个笑话般的或玩味或怜悯的目光 太阳头深呼吸一口 喉解滚动 江彻白突然转身 面相蜡柄被某个女子狠狠置地地寒缠 缓缓走了过去 在众人眼里 他的背影摇摇欲坠 刺啦 当江彻白走到那 弯腰捡起寒蝉后 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竟然探手一抓 一扯 江有边袖子上那道象征天涯剑阁司寇 辅执直法修饰身份的金色小剑刺绣给撕了下来 一刹那 江彻白手中的寒蝉再次震荡缠鸣 声音比不久前在赵灵飞手李时那刺 似乎更加气怯 众修士目光好奇 只是有人微微皱眉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江彻白面色灰败 眼神哭泣 右手直立寒蝉 左手倒转握住白布剑柄 他与寒蝉 面朝着赵龙离去的方向 宁英威台下巴看着 宁神等待 而不少修士心生不妙 向前走了几步 嘴巴微张 却又停下了动作 在决定拔剑的那一刻 江彻白忽然心神彻底平静下来 剑心也停止了崩碎 他惨然一笑 下一秒 肘腕用力 江剑猛地向上拔去 只是 剑没有拔出 因为江彻白的拔剑的左手肩膀上 搭上了一只手掌 江彻白面色扭曲 嘶吼一声 左手再度用力 却依旧拔不出想要银血指名的寒蝉 他肩膀上的大手纹丝不动 江彻白缓缓回头 只见他身后 是一个脸上纹着鬼脸的麻衣男子 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江彻白满脸泪涕 声音嘶哑 赵师兄 让我拔剑巴 否则我会死的 赵千秋轻声开口 不 你若是拔了 剑心才会碎 不拔 剑心永远也碎不了 江彻白愣神 赵千秋转身 没再看他 而是环视一圈周围 众修士与他目光触及 纷纷行礼 脚思扣大人 赵千秋没有说话 被着手直立 众人见状 纷纷抱拳告辞 赵千秋头呼的一片 目光注视着宁英 宁英抬头看了他一眼 柔柔一笑 歪着头摆了白手 便俏力转身 带着一众太轻辅声离去了 赵千秋微微皱眉 不多时 场上看热闹的众人都已走光 赵千秋回首 瞧了眼低头有看着寒蝉 依旧愣愣无言的江彻白 啪 他的身体被猛地甩出 在空中翻飞数十米远 坠地后又翻滚不停 赵千秋收手 语气平静 这是师叔打的 师叔还说 滚去求金岛思过一年 赵千秋被深准备离去 走了几步 呼得一停 我 以后给那位先生的信 由我来送 第145章 我不是过客 是归人 幽山下 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空旷 幽山本就是独幽城内的第一山 满山花衣 乃独幽一景 山上的私宅 又是城内最尊贵神秘的住所之一 若不是欣然宗向某位夫人借此处举办到旅大典 今日那会那般热闹 如今大典结束 客人散去 白日的繁华已过 不久前的闹剧也已结束 重新寂静了下来 日头渐落 节阳下 远处的街道上 偶尔停着几辆马车 拥有一瘦血脉的马匹无聊地打着响鼻 有个短发少女正从马车上站起 拧着没左右四顾 此时 离刚刚幽山下发生热闹之地不远处的一家酒楼 正走出了一个面色不愤的抱贱汉子 嘴里念念有词 这是什么破酒楼 见仙居 难怪酒水卖这么贵 口气倒是不小 早知道换一家了 抱贱汉子目光从牌匾上收回 微微一叹 牵而发的利钱又没了 也不知这小丫头什么时候回来 唉 白高兴了一场 结果那座碍事的破莲池还是没有悔 拥有一个让赵荣觉得很有趣的名字的李白 紧了紧怀中的剑 骗了眼赵荣 牵着他家小姐离去的方向 有一种老父亲被人拐了女儿的不愤感 你的小王八蛋不是决定走了吗 又回来祸害小姐 不过 呵 倒还算有点责任心 像个肇事男儿 李白收回目光 抬手瞧了眼忧山上的望雀台 不知想到了什么 轻轻摇了摇头 抱着一柄今日本来有可能低孩的剑 转身离去了 赵荣也不知道要去哪 只是沿着一个方向一刻不停地走着 但是 与不久前目睹赵凌飞接见后 他的黯然背身离去时不同 因为 他拉着他一起走了 此时的赵荣 昂首挺胸 脚步踏实 目视着前方 并没有回头去看赵凌飞 但是他的嘴角却忍不住地勾起 面对路上一个个遇到的路人 面对他们或好奇或羡慕 甚至不懈的白肿目光 赵荣笑面已对 他细细体会那只柔弱无骨的束手 温暖透过掌心彼此传递 他的手好像没有刚刚那么冷了 暖轰轰的 嗯 还有湿湿的汗水 也不知道是他的还是我的 不过 这种感觉让赵荣很踏实 他能感受到后方那个一步一趋的女子 真实的存在着 他的温度 他的柔软 他的重量 还有 他的香氛 这不是在梦里 他真的找到他了 归 他的剑心没事吧 已经稳住了 你敢去的还算及时 本命飞剑也保住了 虽然心湖光景肯定比之前差了一些 不过倒也不太碍事 毕竟早就被你毁去一大半了 也不差这么一点 赵荣微微松了口气 当时他幡然醒悟 一路急迟而回 隔着很远便听到了真耳的缠鸣声 心声不妙 等赶到时 便见清军身旁是诡异的银白剑气 被一圈人围着 归及窃盗出 他的剑心有彻底碎掉的风险 可能要毁坏剑道之机 于是他急不可带冲了过去 左姓及时阻止了清军做傻事 他就纳闷了 练个剑怎么这么危险 那个老实死剑心怎么动不动就碎 二人一路相邪而行 没有半步停留 不知走了多久 他们将整座望却东城抛在了身后 来到了一处海边 迎面而来的是欣慰的海风 潮起潮落被白浪拍击的沙滩 放牧望去 夕阳西下 落日容金 即将沉入广阔的北海 金黄色的余晖像以往数万年来一样 留恋着细碎的海沙 铺满了整片狭长的海岸线 也将两个人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前方已经无路 赵荣的脚步渐渐放慢 二人都停在了风里 赵荣背对着清军 眺望海平面上的那轮落日 他的目光游离不定 舔了舔嘴唇 某一刻 赵荣深呼吸一口气 默然回首 刹那间 撞到了他复杂的目光 赵凌飞像一只正在悄悄偷吃青草的小鹿般荒万的转头 不过随即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瞬间反应了过来 他猛地震过头来 如一只轻傲的白天鹅般高昂着擒手 赵凌飞的满头柔顺青丝被一根简单的木簪子端庄的插起 被灿烂的金黄色夕阳染红的颈薄修长浑圆 两道如远山寒带般的细长柳眉向着眉心处紧紧促起 一双如秋水般有神的明亮长眸 瞳孔宛若点漆 此时正被瞪得大大的 他翘脸薄怒 真是赵荣 我为何要怕你 你是我的谁 一句你还来找我干嘛即将脱口而出 可是在看清了赵荣的脸庞后 赵凌飞瞳孔微微一缩 这句重语气的话还是咽了下去 他依旧表情不变的瞳目的盯着那张宝金风霜的消瘦脸庞 放手赵荣眨了眨眼 大手微微一松 脚手轻张 准备缩回 可是下一秒 赵荣的大手便钻入了他柔嫩的手心 瞬间与他食指相扣 二人的手肩全是对方的触感 赵凌飞急忙冲手 你 你快放开我 可是 他纤细的束手却一直被赵荣纠缠着 赵凌飞银牙一咬伸出另一只束手去板他的手 正在这时 赵荣空出的左手突然抬起 向前一览 将离他极近的娘子的纤细腰肢搂住 大盗的一拉 刹那间 温香软玉撞入怀中 眼见赵荣不仅扣他手 还更得加寸进尺的抱他 赵凌飞顿时坚信慕袁征 有些不可思议的看着眼前这个无耻的混蛋 他怎么变得这么坏了 他咬着红唇 相间一扭一扭 努力挣脱着他的怀抱 跟徒子 快放开我 不放 死也不放了 你是我的娘子 我是你的夫君 乖 娘子听话 一时之间 二人在温暖的残阳下 细腻如水的沙滩上贴身纠缠在了一起 此时若是有人经过沙滩 远远的看去 定会会心一笑 觉得又是哪个小两口子在吵架 不多时 沙滩上二人的身体都平息了下来 一动不动 与黄昏的斜阳一样安静的站立着 即将天至尽的赵凌飞 还是没有挣脱掉灯天境的赵荣的怀抱 赵荣温柔的抱着赵凌飞 一手揽着他先任的小蛮腰 一手俯着他销售的玉背 他埋头在他的绣发间 脸旁贴着他红透了的小耳朵 柔柔暖暖 让他想轻咬一口 又舍不得 赵荣深吸一口气 露鼻的是娘子的除此体香 轻轻悠悠 方方甜甜 他不禁搂得更紧了 不想再失去他 赵凌飞的琴手同样搁在他的肩膀上 只是双手却无力地垂下 没有去抱他 他一动不动地任他搂着 赵荣的鼻子被赵凌飞有些凌乱的青丝绕得痒痒的 他尖尖的小下巴有些个人 不过赵荣并没有在意 而是眯眼端详着远方即将从天空完全落到海面下的夕阳 他轻轻摇着赵凌飞的郊区 侧头细细绣了一口他发尖的清香 在他红透了的金银耳珠旁 轻轻吐息道 金军 夫君错了 我就是个混蛋 你走后 财后之后觉得知道了你以前的好 洞房那夜 其实 我是真忘了那块白玉牌 我不是故意忘的 你若愿意听 我细细与你说 赵荣停了停 但他的肩上看不见表情的赵凌飞没有出声 赵荣苦笑道 金军 我当时失忆了 这真不是那种老套的借口 白玉牌还是我在娘的墓前找到的 被以前的我埋下 见到白玉牌的那一刻 我才记起了与你的情约 但是 当时我记忆不全 只是单纯的觉得抱歉 便想着北上海域给你 可是后来在路上经历了很多很多 赵荣深呼吸一口气 继续轻声道 在经历了很多很多后 我才彻底融合了以前的记忆 我才知道 你是如此真实的在我身旁存在过 原来那些记忆都是我亲身与你一起经历的 我忘不了 有人为我刺绣 有人为我之一 有人为我发呆 有人为我等待 有人为我哭泣 或许 曾经的我并不喜欢你 甚至还嫌弃你 但是 现在的我对于以前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是另一种感受 并且与曾经不同 现在的我很确定 我终于你 赵荣轻轻摇着怀里安静的清君 海上的落日将最后一抹余灰送入了她的眼里 染红了她明亮的眸子 她的眼眸璀璨 满是灿暗的金黄 但是她的心却并不在这绚丽的美景上 而是在有她的梦里 归说过 要直视本心 赵荣闭目 脸庞全部埋在她的青丝间 嘴唇清触到了一粒小小的红红的圆圆的耳珠 赵灵飞娇躯一颤 她嘴角轻翘 在离她耳朵最近的地方 迫不及待的要让她听到她的全部心声 所以这次我来海域 不做过客 要当归人 清君 她轻声道 我赵荣赵子鱼贪婪无比 既要你的心 也要你的身体 我要在白日牵你 要在黄昏抱着你 要在黑夜抚摸你 要在清晨闻醒你 赵荣在她的青丝间 紧紧闭着眼 小清君 再给夫君一次机会 收下她好吗 第146章 她也是我的玉 此时此刻 一只紧握的拳头 已经放在了赵灵飞低锤的玉手旁 拳头缓缓张开 一块沾满温热汉子的白色美玉 正静静地躺在掌心 紫色的罗音轻轻锤下 背逆着海风飘扬而起 触及到了那只白皙的玉手 轻轻扶着 紫色的罗音称得她的手更加的白皙 罗音钻进了她的指尖 来回交叉 似乎是在帮着主人挽回一个女子的心意 某一刻 那只从刚刚起就一直垂下的玉手 动了 玉手抓起了白玉牌 紧紧攥着 赵蓉猛地睁眼 重重吐出一口气 用尽全力地抱着她 可是 刚转到一半 赵蓉便感觉到了怀中女子的挣扎 她一愣 停了下来 怎么了 清君 赵蓉 你先放开我 听到这个称呼 赵蓉心里一沉 不过还是把她放了下来 赵蓉菲手指微颤 轻轻一推 从赵蓉温暖的怀里缓缓离开 夕阳已经落入海中 天色昏暗 但依稀可见她眼眶红红的 鼻子也是红红的 只是看不见她预言上的泪水 也不知她是不是哭得梨花带雨 赵蓉菲抽了抽鼻子 抬手 用手被遮着她的阴唇与鼻子 江岸未暗的昏色中 她凝视着赵蓉 她的身后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本该拥抱在一起的一对夫妻 此时相视无言 赵蓉目光坦荡地看着她 等待着她开口 赵蓉菲眼里闪过一丝害怕与恐惧 似乎是对某种伤她置身的东西记忆犹新 还遗留着下意识的胆怯 就像一只向往天空的小鸟 却又对上一次从朝中跌落摔断翅膀的失念资赛资 只是这一切都被昏暗隐藏 赵蓉看不见 赵蓉菲深呼吸一口气 她眼瞼低脸 声音还带着些哭腔 不过却尽力平缓了 千儿去失恋了 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回来 你要找她 那就去东城梧桐街的青年居 坤叔和小白叔都在那 赵蓉菲吸了吸鼻子 轻壳一下 轻了下嗓子 玉音重新轻冷婉转 你 别来太轻抚烦我 言罢 她抬眼瞧了下紧紧皱眉的赵蓉 只见她没有话语 站在原地动不动地看着她 赵蓉菲突然上前 伸手探到赵蓉腰间 一扯 那快记着她嫁衣彩带 被她贴身温养无数个日夜的黑色玉牌 再次回到了她手里 赵蓉怡正 还没反应过来 赵蓉菲已经转身离去了 一袭白衣在黑暗中欲行欲远 她也是我的欲 一句语气认真的话语声随风传来 赵蓉拧着嘴 目视那袭白衣消失在黑暗里 夜晚的海风吹得她的青涩衣衫烈烈作响 情斑影之 赵蓉依旧站在原地没有去追 过了一会 归突然却约道 很好 没戏了 你也死心了 咱们赶紧去南逍遥 她的话语突然顿住 因为发现了赵蓉在笑 喂 赵蓉 你是不是疯了 嗯 不过不要紧 反正你也没有见心 赵蓉笑道 去各屁的南逍遥州 静君和小小都在这 我哪也不去 归叹口气 唉 可怜的孩子 竟然都开始要做舔狗了 早知道下午不说你了 你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她都拒绝你了 你再怎么舔都没用 赵蓉美好气道 滚蛋 舔个 咦 其实你这么说也对 因为清君就等着我去舔呢 赵蓉一想到清君刚刚的话语 就有些忍俊不禁 感觉清君有些 傲娇 归好奇道 怎么说 赵蓉想了想 很简单 清君其实已经原谅我了 嗯 可能还对我的话有点怀疑 可是 她心里应该已经原谅了 但是 她害怕 害怕我在伤害她 并且 我刚见面一道歉 她就接纳我 与我关系和好如初 那也显得他太 清见了 随意就能得到的东西 没有人会珍惜 她都不珍惜她自己 我又如何会珍惜她 嗯 清君应该是这样想的 规模瞪口呆 你怎么这么懂女子 赵蓉叹口气 这些只要认真想想就知道了 哎 不是你去追你娘子 你当然不用心了 为了清君 本公子伤够了脑筋 清君性子清冷 孤傲 有些事她不会说出来 只会默默去做 去暗示 她刚刚告诉了我 她太亲府外的住所在哪 又多此一举的警告我 别去太亲府烦她 嗯 其实这些也不算明显 但是 最后把我的黑欲抢走 又恶狠狠的撂下了一句话 有点可爱啊 不过 也确实是我太急了 第一次见面就逼迫她表态 没给她个消化的时间 哎 但我真的忍不住 太想把所有事都和她说清楚了 但是 没关系 不就是要我舔 追她吗 自己家的娘子都不愿意花心思去哄 那也太混蛋了 再说了 万里路程都走过了 还差这最后一步 龟赞叹道 不愧是你啊赵荣 赵荣挽了挽袖子 大步离去 在她走后不久 黑暗中再次走来一人 身姿高挑恶挪 青丝盘起 不是赵灵飞是谁 她凝视着赵荣离去的方向 轻轻歪头 眸光微转 想着夫君刚刚离去时的笑容 赵灵飞被齿咬着下唇 轻哼一声 突然有些暗恼 刚刚的话是不是太直白了 太 便宜了她了 可是又怕她多想 但想到她以凡人之躯 在山上封山的情况下 万里迢迢赶来独幽 还都销售了这么多 路上也不知道遭了戏什么罪 她长截微颤 觉得心肩微疼 不过 一想到她这么做全是为了还预给她 并且刚刚还说了那么多 比她在梦里梦到她时听到的 还要露骨的情话 赵灵飞在月下仿佛更白的欲脸 慢慢泛起红韵 一颗芳心又羞又喜 青湖莲池中 玉泥比之前高了不少 但是一朵妖艳青莲已经彻底绽放 莲池中有两道灵动的小身影 被青梅救出的色泽暗淡的竹马 正追逐着光彩夺目的青梅 当时第一等飞溅的青梅怎么也甩不掉竹马 不一会变又被缠上 又是一番嬉戏 一如 儿时的她与赵荣 海上升起一轮明月 雾欲洁白银灰的赵灵飞浅浅一笑 月下美人琴手轻轻低下 一双千千束手将那两块黑白玉牌认真听起 她眉眼温柔 吃吃的凝视 两块玉牌完美的衔接 上面有一句诗词 墨玉五字 白玉五字 可以记私情 美玉坠罗音 第二卷我玉与君相知 第147章林路书院 林路书院位于望雀东城外 珍藏于数百里处辟静优美的林路山中 皮林离独 可谓是一面衣衫 一面伴水 林路书院乃是望雀州的两座儒家书院之一 千年行歌不绝 文脉延绵 占据望雀州半数儒脉道统 是以州山下儒生梦寐以求的读书圣地 从林路书院走出的读书人 有治国安邦 匡扶设计的雄才 有文章锦绣 学识渊博的名儒 还有志趣高雅 隐于山水的故事 在山上仙家豪法 或山下世俗王朝传播如道 争斗百家 在赵隆看来 林路书院就是中中文庙建立在望雀州的灯塔 虽然悬黄界诸子百家 结问争鸣的风暴漩涡在遥远的图南州 但是天下其他数州一是被风暴掀起的大浪拍击 光是赵隆一路走来 途径那些国家王朝 所见过的被王朝统治者独尊的学派 就不下十种 如道只是其中之一 其他百家学派亦在望雀州有所布置 不过据赵隆观察 林路书院与思琦书院源源不断培养的读书人 还是让儒家成为了望雀州山上山下的几个险家之一 从儒风气颇为盛行 关于他的建立 传闻是最初有一位儒家圣人带领弟子游学 从中中远游至这处天涯海角 竟尊至圣先师君子见大川闭关的教会 停步关水 那位儒家圣人若有所悟 便留下弟子 在这建立书院 传承文脉 这一日上午 风和日丽 山林间 鸟声如洗 空气清新 不远处的大江滚浪之声隐隐传来 赵隆深呼吸一口气 从马车上跳下 他回头一笑 乔婉姑娘 辛苦了 坐在马车上的卤婉 瞧了眼 昨日消失了一下午 入夜才回来的赵隆 总感觉他好像和之前有些不同 但又说不上是哪不同 还是和之前一样一身简易如山啊 嗯 好像腰间的那对好看的玉牌不见了 而且今天还突然背了个书香 这是要去林路书院求学 他曾经也带过几个信心满满的出手阔绰的书生来到这 不过大都 卢婉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转而笑隆亲晚道 赵公子若是要赶远路 摇纳眉铃铛即可 告辞 赵荣轻轻点头 摆摆手 转身离去 不多时 他穿过了一小片山林 台幕 远方是一片规模庞大 严谨归整的建筑群 书院外部显露其清水山墙 灰白相见 格外清新明快 他一山而见 前背后高 层层叠近 错落有致 又被林木遮掩 以及停格点缀 山墙起伏 飞檐翘角 总体朴实庄重 典雅大方 在赵龙眼里构成了一幅山水相容 悠然合一的宁静优美画卷 赵龙目光新奇 背注书箱 脚步加快 书院虽隐于郊外的幽深山林之内 追求甜淡闲适的读书环境 但他的周围也有人间烟火 毕竟这整座书院的先生学子不少 远道而来的求学书生也极多 不少露天酒馆 典雅客栈 纸墨书寺 文丸古殿等建筑 熙熙落落点缀在书院附近 是一处颇为热闹的小集市 当赵龙远远走来 并不起眼 因为周围有很多与赵龙一样的书生 不过有的风尘仆仆 衣着寒尘 有的锦衣秀服 华贵无双 但是看样子都是来求学的 赵龙畸身人群中 左右观察了下 探守相后 不动神色的江书香上 那面秀有林露字样的棋子收了起来 因为挂着棋子的书生太多了 他眨了眨眼 感觉要进这林露书院 好像有些不容易啊 不过 赵龙左右瞥了两眼 歪嘴一笑 我们不一样 不一会 他便来到了林露书院的大门前 只见书院并没有赵龙想象的 那么宏伟高大 甚至比曾经赵龙所在的 大楚国子建的大门还要不如 他庄重朴素 没有什么雕饰彩绘 而是点缀素雅 一眼看去 平平常常 一点都不像一座 享于一周的儒家书院的牌面 不过赵龙觉得这样 其实才是最有牌面的 书院大门外贴着一副对联 独有有才 于私为胜 横批 林露书院 有气势 他轻轻点头 很好 和本公子一样做人低调 做事高调 只见书院大门的人流并不多 只偶尔进出一些身着 至十一山 佩戴玉璧的儒生 这些应该就是书院是子了 听林文若说 书院是子都会佩戴玉璧 赵龙发现大门外的人好像并不多 他左右张望 有些奇怪 不是听人说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山下书生来这求学吗 刚刚路上的书生也挺多 怎么一到书院门口就没了 赵龙觉得不对劲 四处转了转 好一番打听后 才得知 林露书院今年招收弟子的考核在不久前已经结束了 甚至新弟子的入判里都已经在几日前举行完了 这三年一次的 虽然极为严格 但也是最有可能进入林露书院的机会已经过去 很多没选上的落地书生 都心灰意冷地回去了 当然 也有不少书生并不气馁 还是会留在林露书院附近寻找另一种渺茫的机会 比如 被某位书院先生看重 举进入书院 而之所以大门口没有书生等待 是因为林露书院的先生们一般都不会走正门的 而是日常从北边的侧门进出 赵龙恍然 还有这种道道 他寻着大致方向 绕住书院走 不一会便赶到了一处侧门 远远看去 人头攒动 赵龙走近一看 入幕处全是和他类似的书生 一着大致一样 神态各异 此时正在侧门前翘首以盼 他饶有兴趣地打亮了四周一会 侧门周围风景优美 本是一处幽静之地 只是等的人太多了 便也没了那份雅致 热闹非常 侧门正对的是一片竹林 赵龙走去细碎的树荫之下 没有和前面的那一大群书生们一起拥挤在门前 竹林下 赵龙的周围也稀稀书书或站或坐着一些书生 似乎是在休息 赵龙偏了眼前方强迫了头的人群 所以说 都是在等书院先生出门 然后各凭本事 他没头一挑 可是你们挤这么钱 有啥用 赵龙悠哉地在后面等待了起来 慢慢的 日上中天 已经接近正午 可那一扇紧闭着的减速到连副对联都没有幕门 还是没有打开 书院内没有人出来 可拥塞在门口的人群都很安静 几乎无人交流 都在静静等着 并且除了少部分是结伴的人外 大多数书生看样子都是一个人来的 看向别人的目光或多或少带着一些冷淡与戒备 赵龙也不急 他站在树荫下 一边目光紧盯着那扇木门 一边取出干粮与清水 吃了起来 肠上好像就他一个人在吃午饭 此周有不少人注意到了他 不过目光大多是打亮了几眼 便移开 没什么表情 赵龙咬着干粮 将这一切都尽收眼底 嗯 这些人都正午了 还不补充粮食 看来书院先生快出来了 是下课了吗 估计是了 赵龙瞧着周围人认真盯着木门的神色 随意的想着 正在这时 支扭 木门被人从内打开 人群瞬间沸腾起来 前方不少人都面色一变的向前挤去 赵龙放下手中单凉 刹那间起身眺望 只见 木门被完全推开后 没人 赵龙点了点脚 哦 有人 他的目光勉强穿过众人的头观 瞧见了一个略微低矮心瘦的身影 那是一个蓝衣小书童 模样倒是唇红齿白的 呵 就是个小丫头 赵龙撇嘴 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露数他见多了 可是 咦 门口的那些人 见了这个小书童 怎么都在后退啊 第148张蓝衣女童 女童一身戴蓝色书童装 系着宽敞的白色腰带 头戴一顶小小的白色书童帽 发丝全都竖在了帽内 只露出一张齿白唇红的圆润小脸 帷幕曲线柔和 脸颊带着点淡淡的粉红 门外种书生一件是个蓝衣女童 瞬间安静了下来 那里还有半点刚当的热闹语乱哄哄 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向后挪了几步 脚步出奇的一致 之后 有的抬头望天 有的低头树蚂蚁 更有甚者还从书箱里掏出了一盆花草 捧在怀上 浇花彩剪 细心呵护 目光深情 蓝衣女童开门后 左右瞅了两眼 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 左偏一下 右偏一下 如小鸟般灵动 一时之间 侧门外 比门没开时还要安静 一个身板小小的蓝衣女童 就这样和人数不下数百的书生们 僵持了三膝 蓝衣女童瞧了几眼后 杂巴了下小嘴 她两根纤细的胳膊背在身后 倾抬着下巴 从门内慢悠悠度了出来 蓝衣女童站在台阶上 目光无视台阶下的众人 直直的逆向前方 只是她的个子还矮 即使是在台阶上 也比下面的众人低一些 哪里能看到什么 书生们急忙往两旁分开 给她的目光让出了一条道路来 蓝衣女童被着手 依旧抿着朱唇 嘴角被抿得微微翘起 她打亮了一会前方的竹林 微微点了点下巴 小大人样的背过身去 小脚外八字的准备重新度回门内 赵龙点脚瞧着这一幕 仔细观察着那个蓝衣女童的模样 又左右端详了下周围 众多书生的表情与动作 她抬手捏了捏下巴 这小丫头是谁 凡老环童的书院女先生 穿着书童服 瞧着也不像啊 再说了 周围这些来得早的家伙 表情感觉有点不对劲 正在这时 只见那个威风的蓝衣女童 刚准备迈过门槛 突然小声感一停 她猛地转头看了两眼敞开的两扇木门 随即 蓝衣女童骤然回头 她微张着嘴 瞪着乌黑的大眼睛 目视台阶下的书生们 脚丫头还未发育的胸脯起起伏伏 背着身后的小手也都放了下来 她瞪眼 缓缓点着头 直起右手 一根葱纸上下摇着 指着台阶下的众人来回指了一圈 台阶下的众多书生们都赶忙移开目光 不敢与她对视 被她指导的方向 不少人都慌忙地摆手摆头 这一切都发生在无声之间 场上依旧很安静 至于远处传来一些隐约的杂闹声 赵荣好奇地打亮着这似乎很有默契的一幕 只是还没等她想明白 蓝衣女童就已经呼得蹬脚 小身板一扭 风风火火地跑走了 木门依旧敞开着 可以大致一窥书院里面停台楼阁的一角 在她走后 不少人松了口气 那个赵荣一直好奇留意地抱着一盆花草 深情注视的奇怪书生也轻轻叹了口气 将怀中花盆收了起来 赵荣眨了眨眼睛 不明所以 想找人打听打听情况 可见周围人的沉默寡言的模样 感觉问也是白问 至于像刚刚来时一样去远处的九四打听 却又来不及 看情况随时都可能有书院先生出来 他想了想 便也作罢 不一会敞开的大门内出现了一些身影 台阶下的众书生又往前拥塞了过去 不过可惜 那些身影看样子却并不是大家翘首以盼的书院先生 而是一些配育弊的书院士子 可是众人也没有后退 或多么沮丧 几个书院士子下了台阶 众人连忙让开道路 陈师兄 顾师兄 李师兄 人群中不少书生亲切地喊道 众人响应 声音此起彼伏 大多数书院士子对于众人的攀交情并没有怎么理会 至多笑了笑 便自顾自地走了 不过 却也有一个面目和善的书院士子缓缓停下脚步 冲众人笑着提醒道 我刚刚看见陈先生下课后 也朝这走 估计是去打酒 就在我后面不远呢 大伙运气不错 赶紧准备 说完 他也不等众人反应 便轻笑着走了 是陈先生 陈先生都半个月没出来了 今日终于出来打酒了 哎 怎么先生买一次酒 能喝半个月 你这就不懂了 陈先生是好酒却不贪酒 先生喜好诗文 听闻每次做诗前都会用毛笔沾沾酒水 浅尝遮止的品品酒味 节节酒馋 哪和你们一样是好饮 多谢岳师兄提醒 一年前的那个家伙真是好运气 帮陈先生跑了烫腿 再做了手劝酒师 我看都还没入品呢 结果就得了陈先生的举荐 哎 当时我就在旁边 早知道我就抢着去了 侧门外的人群顿时热闹起来 此前大多是沉默寡言的书生们纷纷惊声开口 都开始摩拳擦掌的做着准备 赵荣刚开始一头雾水 不过竖起耳朵 听了众人七嘴八舌的支言片语后 眼睛微微一亮 看来运气还不错啊 虽然错过了林璐书院每三年一次的考核 但是刚赶来半天不到 就遇到了一个估计很喜欢诗文的先生要马上出门 喜欢劝酒师对吧 保证劝的你买来准备喝半个月的酒水一口就闷掉 赵荣搬了搬手指 活动了一下关节 毕竟等会就要出风头被全场瞩目了 不行 还得再揉揉脸 赵荣赵紫瑜 待会可不能笑得太嚣张 太猖狂啊 要谦虚低调些 嗯 微笑即可 但也不能笑得太僵硬 咦 为啥感觉露出一个礼貌而又不是尴尬的微笑 比被书院先生赏识并举荐还要难啊 算了 这些独属于我的烦恼想多了无意 这种寂寞又能与谁人说呢 金君 小小 夫君马上就来了 正在照荣神游天外之际 府门外的声望突然一高 陈先生 陈先生 小生已经帮您买好酒了 这是翠仙格的桃红酿 请您务必收下 陈先生 小生仰慕您已久 您的美首诗 小生都倒背如流 小生不才 这几年细细打磨了一首好诗 希望您能看看 辅正一番 门外的人群沸腾了 众书生一拥而上 将那个刚刚走出门的身影层层包围 赵荣在后面点着脚都看不清那个陈先生的模样 不过他也不急 低头整理了下服饰衣冠 站在那个陈先生等会必会经过的路边 耐心等待着 第149章 陈先生 不久前已经入秋 但是正午的艳阳却依旧炙热 索性独幽城处立海边 北海不时地送来一阵阵凉爽海风 这么一番热凉交替 倒也是种奇异的滋味 此时赵荣正站在几株沙沙作响的翠竹之下 一身整洁青山 等待着前方陈先生的到来 不一会 只见前方喧闹拥挤的人群逐渐分开 像是有一艘渡船正在穿流而过 赵荣终于看清了那个陈先生的真面目 他年龄大概在40岁左右 面目和矮 留着长长的胡须 一头黑发全部披在身后 身着对筋宽衫 腰间只用一根长袋随意系着 脚上踩着木鸡 这一副宽衣披发 坦胸诺乳的类似中南明式的打扮 让赵荣颇为惊讶 他的印象里 儒家书院先生应当大多严肃 端庄 类似于一丝不苟的夫子形象 可这个被众书生追捧的 陈先生的潇洒装扮 倒是打破了赵荣的呆板印象 看来这临路书院的氛围 倒是比想象中的宽松了多 陈先生一手提琢磨色酒壶 一手抓住一摞卷起的指稿 大步向前走 书生们簇拥着跟随着他 七嘴八舌的言语着 可是这位陈先生一直面带和善笑容 没有回话 有人要去接他酒壶 帮他打酒 他都摆摆手 回去对方 也有不少书生递来一些时间纸张 而他都会一一接过 卷在手上那一摞纸稿之中 一并带走 陈先生脚步不停地向九四方向走去 赵荣瞧着那些挤在陈先生的书生门 轻轻摇头 此时见陈先生离他越来越近 赵荣不由地清了清嗓子 心里将刚刚惊挑细选的诗词重温一遍 终于 陈先生带着后面跟随的一大群书生 即将经过他面前 赵荣默算着距离 当只距离他几步远之时 赵荣呼得朗声开口 花间一壶酒 毒 可是这一刹那间 还没等赵荣将后一句毒镯无相亲给吟完 他的声音就被打断了 或者说并没有被打断 他其实还是吟出来了 但却被淹没在一片声浪之中 赵荣附近顿时响起了一道道震荣发聩的嘈杂声浪 蓝灵美酒欲金香 劝君金屈之 记住饮美酒 赵荣嘴角一抽 看了看左右 只见那些原本和他一起在竹林里纳凉的书生们 早已不复之前的休息神态 而是一个个和赵荣一样 在陈先生经过时 朗声毒诗 特别是赵荣身旁几步外的那位胸台 简直是在嘶吼着嗓子毒诗 赵荣倒吸一口凉气 刚刚这胸台的突然大吼 把他的耳朵都快震聋了 最无语的是 赵荣一句都没有听清楚他在嘶吼啥 此时此刻 面对自己的到来让一大火路旁等待已久的书生争先恐后毒诗的情景 陈先生没有丝毫意外 目不斜视的直接经过 他身后跟着的那群书生们瞧见这种情况更是没有一点惊讶 估计是见多这种套路了 或者说 赵荣的这种行为 是他们完胜下的 人群中不少书生看着赵荣等人的行为 怜悯地摇了摇头 赵荣眼睁睁看着陈先生一众人从他生前一刻不留地路过 顿时急了 连忙继续大声读着那首他精挑细选的劝酒诗 可是 他的声音刚离开嘴就被淹没在了杂乱的声浪之中 没有激起一丝浪花 赵荣悲哀的发现他根本就吼不过这些家伙 特别是身旁那个弯腰竭力嘶吼的憨憨 赵荣捂着耳朵 怒视身旁那人 陈先生都走远了 你他娘的能别吼了吗 老子都快耳鸣了 可惜 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他 还在那自顾自的拼命嘶吼着 也不知道再吼些啥 赵荣赶紧捂着耳朵跑了 去追陈先生 他毫无羞耻心的想都没想就加入了前不久 他还摇头叹息 默默鄙视的尾随人群之中 赵荣拼了命的往前挤 可是他身边那些起初瞧着很是文弱的书生们也不知道都是些从哪里冒出来的妖魔鬼怪 赵荣登天静这一期的武夫体质竟然挤不过他们 甚至差点还被后面的人挤到后面去 赵荣承认 现在这情况他确实万万没想到的 不过 赵荣牙齿一咬 嘴巴勉强一歪 冷笑一声 还好本公子很早就留了一手 他翻手从虚迷雾中一去 手里便多了一张时间 赵荣停步 深呼吸一口气 脱离尾随人群 向一侧飞奔 绕着弯曲线救国地转到了陈先生的前方路上 目光灼灼地准备将手中这手诗词递过去 可是 正在这时 赵荣看见不远处一个身着锦绣阑阑珊的书生正紧攥着一张诗尖 挤到了陈先生面前 将诗尖递了过去 此前一直对书生递来指张来者不去都会收下的陈先生却突然一顿 没有抬手去接那张被折起的诗尖 目光无视那个锦绣书生 继续微笑着一言不发地往前走 锦绣书生见状 面色焦急 看了看左右 一咬牙 便再次急忙跑了上去 不过当再次挤到陈先生旁边后 他却忽然将手上那张诗尖展开 刹那间 中为数百米充斥一道醇厚酒香 闻之碎人 只见那张展开的诗尖上正具现一阵阵意象 这时入品诗词 锦绣书生笑容满面的再次僵尸尖递了过去 只是 陈先生依旧没有去理 甚至连脸上一直以来都带着的和爱笑容都缓缓消失了 他加快脚步 向着那处越来越快的九思走去 可那锦绣书生却穷追不舍 陈先生请留步 这是小生前几日听闻先生事迹 有感而发的捉作 但感觉还是有很多不足 劳烦先生能辅正一番 小生感激 锦绣书生话还没有说完 陈先生便呼得大秀一挥 驾一秒 那个锦绣书生爹坐在百米外的地上 这一切都在片刻之间 还没等赵龙亲 就已发声 百米外的锦绣书生 满头大汗 面色惶恐 不过陈先生也没再理他了 而周围不少书生都向那个锦绣书生头去比试不懈的目光 目睹这一切的赵龙缓缓停步 不再跟着那个陈先生了 他站在原地绕了绕鼻子 叹息一声 将手中尸间收回虚明雾中 第150张奇怪丫头与奇怪迎联 得了 这招不仅没用 还会自讨苦吃 你要是能写出入品诗 前些日子书院招收弟子的考核 你会过不了 你那时候只要当场做一手就行了 还用等到现在 赵龙转身 回到了书院侧门 刚刚陈先生离去 只带走了一部分自觉有希望的书生 但还有不少书生留在侧门继续等待 赵龙重新和他们一起等待 只是这次不再落在后面 而是尽量往前挤 找个好点的位置 方便找机会 他轻轻皱眉 望着那扇敞开的幕门 这一世 虽然以前是个书呆子 但是天赋不差 甚至是算优秀了 能过目不忘 只是不懂辩通 可从小熟读儒家圣贤书 有方先生这个粮食教会 底子是极好的 加上苏醒了前世的记忆 因为专业与爱好 又熟悉上一世的古代文学 在精通诗律的情况下 又可以愉快地当文抄工 嗯 另外还有一张 从前是帅到这一世的相貌 本以为靠这些 可以轻轻松松进入书院 毕竟认识的林文若就是书院世子 赵龙瞧着他 觉得狗儿也就相貌稍稍领先他一点而已 所以很早就觉得进书院稳了的 结果 现在还是卡在了门外 虽然有些非战之碎 原因是错过了一次可以堂堂正正进入书院的考核 可这还是让一直以来比较顺风顺水的赵龙有些沮丧 赵龙愣愣看着那扇不知阻拦了多少忘却周如生的木门 木门没有人把守 但是却没人敢往里面闯甚至连门前的短短几集台阶都没有书生敢迈上去 因为都是如生 熟知圣人言论 骨子里都遵循当场礼教的严谨秩序 虽说目前来看林路书院的风气可能较为宽松 不像山下世俗王朝那般等级森严 但是某些规矩与铁律还是想都不用想都知道存在的 赵龙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环顾一圈周围神色不一的书生们 这些也是他现在潜在的竞争对手 他紧紧拧嘴 收起了心中原先下意识的轻视 目光逐渐认真起来 这林路书院 我赵龙赵子余一定要进 虽然起初和苏晓晓说去林路书院读书 是借口 但是一想起那个笨丫头的傻笑 赵龙就很愧疚 已经在清军的事情上不得已的瞒着他了 那么关于其他答应他的事就一定要做到 说过要以书院试死的身份去找见他祖奶奶 就一定要以书院试死的身份去见 另外 清军虽然之前话里话外的意思是 叫他去东城梧桐街的青连居等他 但是赵龙感觉清军应该会熬他一段时间 可是 他已经一刻也不想等了 你不是叫夫君别去太亲府烦你吗 我偏不 赵龙之前没去过太亲四府 但是不用猜也知道会和林路书院书院一样 不允许闲杂人等进入 可若是有了书院是子的身份 应当就不属于闲杂人等这一行列了 呵呵 如果突然出现在清军面前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反应 到时候看他往哪儿落 娘子 乖乖等着我来舔吧 一定要把那块墨玉牌拿回来 嗯 要让娘子心甘情愿地给 其次 让赵龙一直记挂的是方先生托他送的信的事 赵龙并不知道大骊国师写给其师兄的那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 到底重不重要 他也没收到大骊国师给他的报酬 但是 既然是方先生所托之事 那么他便要认真送到 尽力避免差错 这临路书院门外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挤破头想进入的书生 而以送信为名义 给书院先生们递交自荐信的这种简单套路 想必也不少 因此这封信若是随意托不熟悉之人 比如求那些书院士子送进去 不仅不安全还容易不被重视 把他送信的理由当作送自荐信的借口 所以赵荣是想着等他进入临路书院后 他亲自送到大骊国师的师兄手上的 除非有靠谱之人 不然不会经他人之手送的 最后 当然还有他自己的原因了 作为一个读圣贤书长大的儒生 若有机会 怎能不去儒家书院好好见识一番呢 亲眼瞧瞧这会聚了大半个望雀州读书种子的 临路书院内饰何等光景 赵荣眯眼端详着这座处理千年 文脉不绝的古老书院 一时之间有些走神 不过很快 他便被迫回过神来 并且随即精神振奋 因为周围的人群再次沸腾了 又有书院先生出来了 可是 不多时 赵荣便跟着众人一起失望叹气 第二个出来的书院先生一点都不理会人 太冷淡了 赵荣看了看周围那些熟悉这的人的表情 就大概知道没什么机会 不过赵荣还是去世了事 可是也只收到了一阵无视和其他书生的打局目光 此后 赵荣在书院侧门外等待了一天 见到了不少书院的先生 只是都没有什么收获 这些书院先生 要不是板着张脸 一脉出门就没人敢惹敢搭话 要不是喜欢插人免费跑腿 但听别人说这先生就是不给人准信 也不知道是考验人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至今也没见过他举荐书生入院 甚至赵荣还遇到了一个书院先生 面色严肃 极为刻板严厉 出趟门都带着一把叫鞭 看见门外有坐姿或站姿不雅的书生 都会沉声呵斥 第一日虽然还是没有找到进入林路书院的机会 甚至连眉目都没有 但是赵荣倒是了解了不少情况 也算有所收获 急也急不来 只能徐徐徒之了 傍晚 赵荣精神疲倦的返回了之前定下的客栈休息 就离林路书院不远 夜里 赵荣沐浴在所剩不多的齐南沉乡中 一刻不停地打坐修行 第二日清晨 赵荣带着一天的干粮 早早地就动身出门 天光未亮 他衣衫沾着昭路 抵达了书院侧门 赵荣环顾一圈 来的人已经不少了 他心里暗暗想着以后要来得更早些 赵荣眼几手快地站了个很靠前的位子 随后取出书本 开始扫课尘读 中围不少书生和他一样 还有一些书生在朗读 甚至赵荣还看见了那个昨日差点 把他耳朵阵笼的大嗓文书生正取出一本书 翻到了一页 然后停下 赵荣眼皮一跳 抬手捂住耳朵 默默背过身子 果不其然 下一秒 一道阵笼发聩的朗朗读书生响彻书院侧门外 嗯 墙内肯定也能听到 这猛的吼一嗓子 不少人下的书都掉了 还有人吃着干粮都噎住了 连忙灌水 众人怒目而逝 可那大嗓文书生依旧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赵荣点了点头 好 很有精神 正在这时 追牛 木门被人从内推开了 门外读书生突然一顿 小了下来 照荣台幕看去 发现是昨日第一次见到的那个奇怪的蓝衣女童 他好奇地注视着 蓝衣女童依旧是昨日那样的打扮 只是小手上多出了一副银帘 他眠眼鼓着嘴 瞧了几眼台阶下见了他就会安静的众人 测过身子 将那副银帘贴在了两扇空空如也的木门上 蓝衣女童倒着后退了几步 吃起手捏着圆润的小下巴 打亮了几眼 点了点头 他忽然转身 瞅了眼 身后台阶下正悄悄观察他与门上银帘的众人 下巴轻抬 哼的一声 便扭头回了门内 哼 木门被用力关上 只留下了一副奇怪的银帘 浮无双至 或不单行